最後來幫各位介紹一些使用電池 不過我們都會講得很簡略 並沒有什麼真舊的內容 簡單來帶一下 第一個叫做鎳格電池 鎳格電池電壓氛圍並壽命很長 廣伴用在預備電源 就是你看到那個房間裡面外帶貼貼花板 然後有兩個燈的那個東西 緊急的電源安全在上面 但是呢 它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還有所謂的記憶性 我們古時候 我們很古的時候 我們買手機 付給我的都是鎳格電池 然後呢 花錢買高檔一點才換成鎳清電池 鎳格電池有個記憶性 什麼意思 你現在充電100% 放電到50%開始充 它就以為我電池有50% 你放到75%開始充 它就只剩下25%而已 它有記憶性 再來 這個鎳式重金屬有毒 所以現在基本上禁用 你也買不到 以前只剩下剛剛講的緊急電源還在用 可是現在還沒在用 我已經不知道了 搞不好連電源都已經不用了 好 那我說過我古時候 我們很古的時候 手機給我的是鎳格 高檔一點換成鎳清 鎳清 就是有個鎳清電池 電池比較好意思 它沒有什麼記憶性 它沒有什麼記憶性 體積很小 重量很輕 然後也可以除了很多電 也可以快速充電 又沒什麼記憶性 不會呢 你放到百分之就是 以為就是50% 不會這樣子 最後擺成鎳清電池 但是這個東西呢 還是不夠好 所以你現在買手機 連鎳清都不會付給你了 都直接付給你了 什麼電池 鎳電池 直接不管都是鎳電池 鎳電池 Sony公司呢 就以前本來不能充電 不好意思 我記得Sony公司 幫你了 可以充電的鎳電池 會變得好用了 所以反覆使用 它呢 很輕 而且沒有記憶性 鎳革有很強的記憶性 鎳清記憶性小一點 鎳電的基本上沒有記憶性 沒有記憶性 然後呢 電壓力很比較高 所以你現在的鎳兜就什麼那一支 鎳電 鎳電 你的手就是鎳電池了 或者是電腦裡面附的電池裡面是鎳電池 鎳電池 因為它比較好用 七 電壓大 穩定 沒有記憶性 啪啪啪啪啪 你現在都敢用鎳電池來做了 OK 這太陽電池就是現在所謂的環保嘛 要講究再生能源嘛 所以用所謂的太陽電池 然後照太陽光 然後轉成鎳電池 就用所謂的太陽電池 好 我也講過它防護環保其實要深究 我沒有看到另外一個文章講 十幾二十年之後 這些片的電池都不能用了 那這個材料可以回收嗎 這個材料可以再用嗎 它會不會是另外一個大的污染來源呢 我給大家另外一個講過 而且太陽能感覺很環保 沒污染 可是現在用來讓它產生太陽能都是用半導體 半導體是一個污染性很大的工業 所以它到底環保環保可以掛一個問號 思考一下 好 就是你配合日光燈來幫我做電源 然後呢 他說零污染 本身在使用太陽能的時候零污染 可是要做成電池的那個半導體不然很大 然後呢 剛剛講了 現在你提出來 十幾二十年後 這些電池都廢棄掉之後 會不會是個大的垃圾來源 沒辦法處理 沒有辦法回收什麼之類的 這也可能是個問題 目前價格 這是幾年前寫的啦 現在拜中國大陸失事 現在太陽電能的電池能 全體比以前便宜很多了 所以德國才跟你說我要反核 我要廢核 我當然使用所謂的太陽能 因為現在太陽能 太陽電池的價錢便宜非常多了 所以這個應該不是問題 但是就是後面能力還在 就是轉換效率很低 所以我們講過 目前為止再生能源的共同電池就是 轉換效率很低 轉換效率很低 OK 知道大家可以了 就算是小事一看就算 然後呢 就是做環保 好 現在的電池都很厲害 電池的體積都很小 然後呢 然後呢 性能很不錯 那我看過了到底怎麼看啊 有人會覺得 像這個電腦的那個電池 覺得它這個性能還不夠好 不能夠使用24小時都還有電 那80多多後就沒電了 覺得這樣不夠好 再說啦 OK 封裝攜帶很方便 沒有什麼害到的問題 OK 然後呢 你要注意 種類繁多 使用時要注意到性能跟保養的方法 然後呢 再來 電池有一些有什麼重金屬什麼之類的 要做好回收 像我們都有回收乾電池嘛 還有那種水銀電池也有做回收的 水銀電池也有做回收的 該回收要回收 然後把它保養好 這樣子就是跟各位簡單的介紹 後面這些東西都是 我們都沒有特別仔細的說都簡單的帶過去 讓各位做一個了解就可以了 OK